小美琴在驻美代表任内拼外交表现非常的出色 而现在更有一段影片引发大家热烈讨论了 这段影片是她在11年前担任立委期间 曾经用全英文来质询当时的驻美代表金普聪 CD的问证风格 超流利的英文口条 让支持者大赞 赞猫果然赞力十足 直接叮当时的驻美代表金普聪没准备好 2012年担任民进党立委的肖美琴 在外交国防委员会的质询台上火力全开 语言模式一秒切换全英文质询 身为驻美代表的金普聪还招架得住吗 距离力争坚持用英文问到底 这对台美混血的肖美琴来说 只在跟吃饭喝水一样轻松自然 而这段11年前的咨询片段 放到现在来看正是后任的驻美代表 在咨询前任的驻美代表 我想这两位驻美代表 都是在当时受到当时的总统高度的肯定 对台美关系的贡献来讲 从结果来讲我都是肯定的 超习力问证风格 流畅标准的英文口说 战猫展现战力 肖美琴的加入让赖肖配如虎添翼 记者039王伟长台北报道 好 好 好